Hello,各位满足灵魂,大家好,我是Samantha,欢迎各位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这支占卜视频呢,是在4月份之后,地球经过了再一次的能量升级 全日时之后,我想要为大家带来宇宙的传讯 在这个大的天象和地球能量升级变化之后 你们的能量状态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从以下4瓶我所制作的有机宝石身体油,大家可以做选择 第一组牌的指示物呢,是有机的一蓝一蓝宝石身体油 里面有非常漂亮的食用金箔,天然的太阳石和有机的三叶草 第二组的指示物呢,是有机宝石玫瑰身体油 里面有天然的粉水晶,子里灰,还有有机的玫瑰花 一整朵的玫瑰花包 这些产品呢,都是我自己制作的 然后里面也有放澳洲的花精 所以它的效果不仅仅是可以滋润皮肤 也可以为我们的能量身体带来滋养 第三组牌的指示物是金发精加少药牡丹的保湿有机身体油 这组是和财富正相关的一款油 里面我有放了与财富丰盛共振的澳洲花精 作为这一款产品 第四组的指示物呢,是黑药石保湿有机身体油 里面放了龙血精油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 这个可以帮我们提升我们的阳性能量 也可以辟邪深度的进化清理我们的能量 放松肌肉筋膜都是非常好的一款油 这个是我自己自创的 里面又放切断以太连接和净化我们能量身体的一些花精在里面 是一款非常不可多得的 多功效的疗愈系的有机身体油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来订购 选择第一组 齐伦 自爱依兰依兰 老师有机身体油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牌给你带来什么提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两张验证牌 第一张是 Be in the present and dream of the future When we dream,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感觉最近对于你们来讲 你们的心中会有一种躁动的感觉 一种蠢蠢欲视的感觉 你可能现在正在经历你人生的分岔路口 在你的面前你有很多的选项 或者是在现实和梦想之间 你现在感觉到挣扎 纠结 不知道你的人生应该面对现实呢 还是应该看向远方 以梦为马 随处可息 这张牌是在告诉你 你可以去做梦 当我们去做梦 很多事情就成为了可能 人最害怕的是 当你自己给自己判死刑 当你觉得你的梦想不可能成真的时候 那这个事情开始都不可能 所以呢 在全新的地球能量开启之后 以后会诞生更多的 有爱的职业 我们要去换新的价值评估的系统 不再以过去的学历 收入或者短期的 你对一个组织 对一个团体 对一个集体 它的短期的KPI 贡献度是多少 去评定你的价值 或者你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 不是的 在未来 我感觉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 工种 它可能看上去并不起眼 但是对提升地球 对全人类的福祉 Humanity 会起到很大的侧面的帮助 或许你的梦想 就是去做一些 别人还没有想到 但是只有你的天赋才华 你的热情 你的灵感创造力 才可以去做的事情 第二张指示牌 Appreciate this moment Every situation is an opportunity to grow and find love 这张牌 其实和刚刚第一张指示牌的意思 是有相类似的含义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经常会在复盘过去 后悔 或者是觉得过去的某些行为 如果你能做得更好 那么现在可能会不一样 或者你会想说 我如何能够达到明天 如何拿到我想要的结果 你没有办法享受当下 或许你从小生长在一个 充满压力 充满鞭策的环境 或许周围人没有给你提供足够的能量支持 精神支持和鼓励 一直鞭策着你前进 或者是周围的环境 一直在推动着你前进 所以让你从来没有拥有一个 享受当下的品质 从来也没有这个意识去感恩 以及享受你的当下 那么这张指示牌告诉你说 每一个状况 每一个情形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它能够带动你去成长 并且让你找到爱 在生活的每一时 每一刻都蕴含着无穷的爱 享受当下 是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中 在整个从小到大的教育体系 以及家庭教育和社会集体意识中 没有办法学习到的智慧 这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练习 通过自己主动地去觉察 主动地去追寻一些更先进的 更灵性的智慧 重新去培养自己 训练自己 拥有享受当下的能力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 未来还未到达 我们只有当下一刻是真实的 只有当我们完完全全沉浸在当下一刻 我们才能让未来走得越来越踏实 这种感觉 你可以从训练 你每天中午吃完午饭 选择一个户外的环境 坐在长椅上 晒晒太阳 或者是观察一下草坪 观察一下路边的小动物 树上的鸟儿 感受那一刻你心灵的平静 以此这样的方式 不断地去训练你自己 让你慢慢地能够接受 当下这一刻 让你的脑袋能够从Monkey Mind 从叽叽喳喳很多小猴子的吵闹声 变成很沉静 很平衡和谐的状态 这样当任何有价值 有用的信息宇宙想要传输给你的时候 你在当下一刻就能马上接收 并做出反应 并且能够进入到宇宙的顺流之中 另外感恩对你来讲 也是一个能够让你显化 你美好未来 让你更快地拿到你的目标的一个很好的显化技巧 当你感恩这一刻 你的内心是丰盛的 是充裕的 这样你就处在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的螺旋能量中 宇宙只会做加法 当你越来越感恩你所拥有的 越来越感觉到你是一个富翁 你已经拥有了很多 比如说你拥有健康 你拥有闲暇的时间 你拥有读书识字的能力 你拥有可以去学习的工具技巧和能力 当你越来越能够正确的灵性的评估 你所拥有的已经很富有的这些品质 宇宙就会丢给你越来越多 你喜欢的和你共振的 你自己能够感觉到舒适的 各种各样的丰盛和机会 以及更快地让你实现你的梦想 到达你的彼岸 以上这两张牌是指示牌 如果大家觉得和你现在的状况 比较符合的话 那么请大家继续听下去 宇宙给你的提示是 转化 最近对于你来说 你的生活正在经历一个转变 可能是事业上的转变 也有可能是你心境上的转变 但是我觉得选择这一组的朋友 可能在你选择这组牌之前 过去你的一些价值观 你那些步步自封 或者是你认定坚信的人生态度 方法论目标 过去的一段时间 因为内在或者外在的一些冲击挤压 让你过去的很根深蒂固的想法 作为模式瓦解了 现在可能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 那样的一些变化 有些人可能离开了你的生活 有一些关系 可能不再像以前的方式那样去相处 现在你正在用你过去 所学到的技能 所累积到的知识 感悟和灵性进程 带着这些以前你学会的 掌握的技能技巧感悟灵性程度 即将进入到 你下一段的学习和挑战之中 这张牌英文是transformation 它是说你已经拥有了一些东西 你带着过去的一些经验 平滑的上升 演进到另外的一个场景 一个更适于你发展进步升级的 那个场景之中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可能有巨蟹能量比较强 他的太阳落在四宫 或者他的公主星是月亮 或者是家庭意识比较强的人 或者曾经你们的家庭的天伴比较多 或者是在之前不久 你们有和家人团聚 因为之前有清明节 可能你们有回老家去祭祖 另外一个意思呢 是这张牌只是说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可能你们会有一个婚姻 一个承诺的递结 有人向你求婚 或者你和你的恋人 正在商讨 去组建一个温馨家庭 就产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连接 这个议程 家庭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是 一种连接Unity 对于你来讲 你可以把你过去所学的一些东西 和你未来想要达成的梦想目标 在这些事件之间 你去找到重叠 整合的部分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通过你过去的经验 以及你想抵达的未来 这样所有的能量加在一起 你可以去创造一个新的Community 新的社群 一个新的小家庭 或者是小的组织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团队 帮助你去完成你的梦想 当然你的这个梦想 如果从你的大我出发 它绝对是可以对全人类的福祉 提供帮助和注意的 Past Lives 前世 这张牌的提示呢 让我想到 我们一开始说这组牌的朋友 一直在说到你们的梦想梦想梦想 我感觉你们的梦想 应该是你和你们的前世 正相关的 或许你们前世 有去习修 苦练 某一个技能 某一门学问 觉得到了比较不错的阶段 但是可能由于你上一世 所处的历史环境 所处的背景 以及当时社会的科技发展程度 它相对落后 所以你上辈子可能完成梦想 完成你灵魂的一个大的愿景 上辈子你的准备到了 百分之六十 或者是百分之七十 然后到这一世 你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把你过去前世所学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你从小特别特别有passion 有热情 有憧憬 有向往 一个很明确的工作 职业 或者是你想要尝试的事情 今生 你从百分之七十 或者是百分之六十 这个时间点 继续继续去学 就像我们玩游戏 我们玩到了百分之六十的时候 突然我们有个事情要出门 我们说保留游戏 等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有闲暇的时间 我再重新开这个游戏 我选择继续之前的游戏进度 所以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想要选择的 一个人生方向 或者是你们的职业 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 你冥冥之中就会觉得 我有个事情是一定是要去做的 或者你小的时候 在其他小孩还在玩泥巴 天天想着怎么出去疯玩啊 怎么出去跳墙啊 在游乐场里面happy啊 你可能从小就会觉得 我不能这样消磨时间 我不能这样路度无为 我应该学点什么 我感觉这组朋友 在很小的时候 内在就会有一种召唤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中 这个男子手上拿着一个地图 他想要往前去走 但是呢他在躊躇 他在纠结在矛盾 想想要不要往前去走 他会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一个门槛 一个关卡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是可上可下的 所以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们看到现在为止 你们选出的很多牌的指向是 过去的生活已经让你觉得不满足 或者是过去的生活 让你觉得有些乏味 有些枯燥 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 可以展示出你灵魂当中 更多的光 更多的美德 更多的爱 所以呢 现在你想要依照自己内心的冲动 手上拿着地球 心怀世界 往前去走 但是或许另一方面是 从小你所接受到的教育 你的父母 你的环境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 所有的父母可能都希望 我们是可以稳定的 可以做一个汗烙保守的工作 可能没有办法带来成功精彩 但是最起码饿不死 最起码不会活得代差 但是对于你们这组朋友来说呢 过去你一直也是这样催眠你自己 但是现在你会觉得OK 这种生活已经够了 我没有办法再欺骗我自己说 一份汗烙保守的工作 一个稳定的工作 真的是可以让我觉得 我是对得起我自己的 在这一个阶段 对于你们来讲 是一个分水里 你们要往前踏出那一步 你们要给自己更多的勇气 大家可以在每日睡前 去看我的那几只水晶冥想视频 或者是I am affirmation 给自己下载正面的信念 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成功的 我是被宇宙被造物主眷顾着的 我所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改变 或者是我有一个冲动 往某个方向去走 那是因为宇宙和造物主 给了我内在这样的一个灵感 指引 召唤 所以我要依照内在的这个动能 灵感 往前去走 虽然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但是我应该要依心而行 活出真实的自己 月亮在时宫 月亮的时宫呢 也是内在的情感 在关禄宫发挥作用 关禄宫是我们的人生最高点 我们的终身成就 也就是我们的潜能最高 能够去到哪里 能够冲到哪里 这张牌呢 它是说你在训练自己 再去实践 也是在说 在接下来一个阶段 你人生中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 真的要冲破 你内在的那些枷锁 纠结 思前想后 褚雏满志 想做 但是不敢做的 那种恐惧 限制 你曾经被教育成 要做一个很规整 很安稳的人 现在呢 你需要去 面对你自己内心 深处的 最真实的自己 你内心最真实的desire 最真实的欲望 冲动 方向 慢慢往前去走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某一个阶段的经历 是我之前在国内工作 也是国内最好的一个企业 后面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我辞职了 辞职之后 我就想 一定要出来读研究生 我很想要学商科 我想要学一些应用型的 对我以后创业有帮助的知识 应用型的知识 那个时候 我就是很简单的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依照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冲动 给我的这个指引 努力的去做 去考雅思 去准备英语 在澳洲完成了我的 商科硕士的学位 其实在这整一个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从我的准备到出国 可能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到我研究生毕业 在那个阶段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这样的冲动 有这样的一个灵感 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 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召唤 是为什么 我心里不是完完全全的了解 直到这件事情 这个召唤我完完全全的完整了之后 我完成了我的商科硕士学位 后面我自己创业 自己做一些灵性 与商业结合的事情之后 我就发现过去 我在大学商学院里面 所学到了这些商业相关的 实践相关的市场营销 以及对这个世界 商业的看法和评估 对我现在的创业 或者对我现在的人生 它起到了一个多么长远的 真相的帮助 但是在之前那个阶段 我并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选择 这样的一个事件去做 直到我完成了之后 四五年之后 我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 这个例子是在告诉你们 当你的内在有一个召唤 告诉你说你要去改变 你要去改变的时候 在当时你的那个认知水平 你所处在的环境 可能是一个很拘谨的 很闭塞的 很单一的环境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你只管去做 做完了之后 做成了成功了之后 你走到了更大的一个舞台 上了一个台阶 你再回头向下看 你才能看到过去完整的画面 你才知道说 哦 为什么我过去 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召唤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金星在十二宫 Submission 这张牌预示着 在不久的将来 或正在进行的 可能你在递交一些文件 就像刚刚说的 可能你们在想说 我要注册一个公司 我要和别人签一些合同 或者是我要申请一个文件 申请一个申请 或者是说和你的移民 出国 留学 这一类事物相关的 这张牌呢 是说你可能会收获贵人 这个就是要根据你前世的一些渊源 如果前世你和一些人 有一些能量的缔结 有一些正面的缘分 默契 或者说你之前有帮助过别人 你有在一片花园里面 去种下很多善的种子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你就会加倍地得到回报 十二宫呢 也强调一种宿命感 或者是一种 Life Purpose 人生之夜 人生方向 你人生的宏图是要做什么 不是你的头脑决定的 不是你的父母周围环境 家人 社会告诉你要做什么 而是你的灵魂决定 来这一世 你想要学习什么 你想要实践什么 你想获得怎样的技能 获得怎样的实践性的理解 去提升 加深你的灵性修为 加深你的灵性智慧 这张牌呢 也是在说 当你能够真正地 将你的真心 将你所有的关注点 所有的杂念排除 去其糟粕 留下精华 仅仅只是聚焦到 你的人生置业 你所想象的 展望的 美好的未来和梦想时 周围自然会有一些贵人 或者是 当你需要的一些信息 需要的一些帮助的人员 工作人员 各种给你讯息 给你咨询 给你方向的人 就会在最最适切 合适的时间出现 你们要相信 这个宇宙 是一个有爱的宇宙 当你有一个正面的念头升起 你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快乐 更开心的话 你愿意去滋养你的灵魂 你愿意去活出 完完全全的自由 真我的时候 当你活出你的真我 这也是宇宙和造物主 愿意并且一直 在帮你做的事情 造物主和宇宙 是希望你快乐的 当你自己也能够 聚焦在你的快乐 你丰盛美好 全盛的未来 你所有的起心动念 都是围绕在 让自己更开心 更快乐 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感 更有尊严 能让你去自我实现 self actualization 的时候 所有一切的力量 都是进往一处使 会有一个强大的推力 把你推到 你应该在的 那个美好的 丰盛的位置上 会给你提供一个 非常绝佳的工作机会 能够让你在那个岗位上 完完全全的 去发挥你的创造力 你的主观能动性 能够发挥你的天赋才华 把你的潜能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两百的释放出来 Plenty of material things 这张牌是在说 你有很多物质层面的东西 它可能在想说 在提醒你 其实一直以来 爱去看你所没有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牌是让你聚焦 去看你的生活 去总结 看到你从过去到现在 所累积的 所已经拥有的 一些成就 硕果 以及别人给到你的恩责 帮助你从小到大 所接受到别人给你的恩惠 你会发现 其实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你是一个大富翁 而不要把你的思维 一直局限在 我没有 我的过去 好像我做得不够好 不够完美 我的未来 为什么别人有的 为什么别人成功了 我还没有看到我的成功呢 这是一个非常 消磨自己 削弱自己能量的 负面的 受害者的思维模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那支视频 讲受害者和创造者的 这组朋友 你需要把你的思维 完全调整到 创造者的状态 意识到 你已经拥有很多了 你已经拥有 你在这个下一段冒险的旅程 创业 成就 成功的旅程 动向的旅程之中 所需要的 所有的物资 所有的技能 它都已经存在了 只是 要你去启程 走上这条路 你才能发现 你有哪些技能 有哪些工具 可以去使用 钻石 你将收获 或者给予 一份珍贵的礼物 直观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 前面一张牌 因为是有一个family 家庭 所以这张牌呢 很大方向是 有一部分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你可能 收到了一个求婚 或者是 你给别人去求婚了 你给别人了一个 爱的承诺 一个珍贵的求婚礼物 可能是钻石 又或者是 其他的定情信物 另外一些朋友呢 或许 你会收到物质层面 或者是能量层面的 好消息 祝福 或者是 馈赠 也有可能 别人给你一些 很好的建议 别人指出你有什么样的 一些与众不同的优点 这样 激活了你的灵感 让你找到你的方向 更快地启程 走上你自己独特的 成功的 梦想的道路 也有可能 是物质层面上 你获得了一些礼物 或者是 最近 你有给别人 一个你觉得很珍贵的礼物 或者是 你把你自己的真心 告诉别人 向别人告白了 或者是 你把你自己心中 对于生活的 想法 对于你未来的期待 对于你想过 怎样的人生 你的梦想 你最高的愿景 去和周围人去分享 开诚扑空地 告诉别人 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这张牌就很简单 在第一张牌当中 也是说 要提到爱 这张牌在重复的验证 可能你们有经历一个求婚 告白 一个家庭 小家庭 正在创建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心中还是非常有爱的 从这张牌 我也可以感觉到 你们可能会被周围一些人 说你们比较幼稚 你们比较理想化 你们太 你们有点不切实际 这是因为 你们心中拥有更多的光明面 你们更相信爱 你们更相信 这个宇宙是一个 充满爱的地方 也更相信 自己可以和自己的心灵 一直在爱的流动当中 去过着一个 很舒适 很平稳的生活 那么 大部分人来说 我们活在自己 梦想中的世界 我们住一个自己 完完全全喜欢的房子 或者从 从事一份 我们真真正喜欢的工作 选择一个 我们真真真正喜欢的 lifestyle 生活方式 这个时候 我们会觉得自己 完完全全 是在这个爱的流动当中的 所以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 你的梦想 你要走你的梦想 也是因为 你内心有很多爱 一个内在没有爱的人 没有活力的人 他是不会做梦的 他整个人会非常的干涸 但是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心中是有梦想的 当你有梦想 你有目标的时候 正是说明 你对你自己充满了爱 充满了期待 你看得起你自己 你有强烈的配得感 有人正试图 在你和你的朋友之间 去设置一些障碍 或者是 有人试图 在你和你的目标之间 设置障碍 这张牌在提示你 在你选择一个新的路径 新的人生方向的时候 当你自己内在 有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 方案 计划 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可能每个人周围 特别是一个比较丰盛 幸运 幸福的小孩 他的周围 或许会有一些人嫉妒他 这张牌是在提醒你 在事情还没有成熟之前 不要大张旗鼓地 告诉太多人 同时 在你去接受一些信息 刚刚选到这张 递交文件的牌的时候 当你和第三方 有签订一些合约 让别人帮助你去做事情 你委托第三方 委托专业的机构 组织 中介 帮你去做事情的时候 你们要仔细地去看文件 要把很多的条件 条条框框 条款 在签约前期就看清楚 以免让你自己的自身利益 受到威胁 或受到伤害 此刻想一想你心中的梦想 你近期的目标 和你远期的计划 你宏伟的目标 宏伟的梦想 以及你终将到达的彼岸 这张牌 你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关于你的生活 你有一些设想 有一些目标 你可能现在的起心动念 或者是你已经开始去 咨询一些人 在为你那个方向 往前前行 做准备 要开始行动了 这张牌提示你说 你是对的 而且这张牌 加深了前面的是 你有一些变化 而且你要鼓足勇气 往前去走 因为这张牌提示你说 对 你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所走的这条路 能够让你更快地 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走进你的梦想 让你的梦想 照进你的现实 面包 丰盛和财富的阶段 这张牌我感觉更多是 如果说你们要去成婚 或者是说 你们要准备出国 移民 做一个事情 可能是说 你需要一笔保证金 或者是一笔启动的费用 或者这个钱 你需要在银行里面 存一段时间 证明你的资产 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张牌也是在说 这组牌的朋友 不用担心金钱方面的问题 感觉你们 在往你想要走的那个方向 往你更好的人生 升级开挂的人生 走的那个方向 前行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些 财富 资产 物质层面的东西 或者是恰到好处的机会 贵人 有用 有效的信息 在最适切的时间 都会来到你的身边 所以不要担心 用兴奋 吸带 和 祝福自己 替代掉过去的担心 害怕 恐惧 迷茫 让你的脑袋 永远 盛放着所有 正面的想法 思维 念想 和心理暗示 祝愿这组牌的朋友 可以在你人生 非常关键的 转折阶段 拿出你所有的勇气 以及对自己的爱 义无反顾的 带着期待 兴奋 开心 快乐 就像拆盲盒 那样好奇 而又快乐的感觉 去走你全新的人生道路 去开启你全身的未来 祝福选择这一组牌的朋友 希望你们的这个转变 能够稳稳地前进 大家如果对自己 未来的道路 还有这样那样的疑问的话 可以来找我做思沾 或者也可以来找我做 不同的疗愈方法 给你们的心灵 去做一些正面的建设 替换掉你就有的 对你的成长 对你的成功 没有任何帮助的 负面的 限制性的想法和念头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分享 选择这组牌的感受 以及你所面临的挑战和期待 无限祝福大家 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Namaste 我们下次视频见 拜拜 Hello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先通过两张验证牌 来看一下 它和你当下的情况 是不是吻合的 如果吻合 这组牌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如果不吻合 你可以退出来 去重新选 Rest and relaxation is essential We all have a fundamental need to take a break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们是非常繁忙的 勤熬的小蜜蜂 可能你们平时没有办法 很好的平衡 你们的休息和你们的工作时间 或者是最近你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 可能在你的工作中 你获得了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好的发展机会 或者是最近有很多的出差 很多的项目需要你去跟进 你觉得你不想要错过这些 你觉得你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 你可以大展拳脚的平台 一个机会 所以你想要全身心的尽全力把它做到最完美最完善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 就像机器运作太久 它可能会发热 那你的身体呢 它运作太久 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和放松的 从另一个侧面也是在想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或许你们没有良好的健康意识 没有一个保养身体的概念 可能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过去一直以来 你们的身体底子比较好 可以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或许过去 你们一直以来有健身 有体育运动 某一个项目是你比较擅长的 或者是长期以来 你读书的时候 有一些体育的训练 或者是你们是运动员 所以呢 你们对自己的身体觉得说 这个强度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比我发育期 比我在少男少女的那个阶段 还要慢一些 所以呢 你们有点忽略掉 在你自己生长环境的变化 体能的变化之后 其实你对自己的身体的要求 或者是运动量 强度 其实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这样呢 你可以让你的路走得更长远 更稳 爱是唯一真实的事情 Shift your focus back to love 还是和刚刚的意思差不多 就过去可能你们是非常繁忙的小蜜蜂 都太忙了 很多的事情接踵而至 或者是 你在一直以来的工作学习当中 你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你会觉得周围人非常的需要你 这个组织 你的领导很器重你 这个组织很看重你 你的同伴 客户下属团队成员很需要你 你会在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当中 对自己感觉良好 你觉得被需要是一种爱 但是这张牌在提示你 现在是时候去回到爱本身 去退回到你的内在小孩 真我 对爱的那个理解 爱不需要证明 不需要别人给你褒奖 不需要在你做对了 做好了一件事情 你拥有了丰功伟业之后 你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才是值得被爱的 爱就是现在 在任何时刻 你都是值得被爱的 请记住这一点 你不需要通过工作 好的成绩 好的收入 比别人跑得更快 比别人升得更高 比别人的抬头 职位更高 拥有更多的权利资源 你才觉得 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不是这样的 你的价值一直都存在 在造物主和宇宙的眼里 你永远都是可爱的 不论你有什么 或者是没有什么 就像我们养了一个宠物 我们爱它 只是因为我们和它之间 有一个良性的 很好的互动 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动物 它长得很好看 它很漂亮 它是标志的 高颜值宠物 或者是它是一个 冠军狗的后代 所以我才喜欢它 不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爱 是因为我爱你 只是因为你是你 我以你能接受的方式 去爱你 爱是没有条件的 爱是不需要条件的 所以选择这个牌的朋友呢 是来提示你们 你们的生活很忙 但是呢 也请你们 稍微放慢一些节奏 偶尔停下来 给自己一个闲暇的时间 好好的去宠爱自己 换一个意识 更新自己的意识 让自己知道 不论你做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 你都是那么的可爱 勇气 你们一直以来 属于敢想敢干的行动派 而且勇于承担责任 也具备一定程度的领导力 行动力 可能你们的心盘当中 一工的能量 白杨做的能量会比较强 火星的能量比较强 而且在行动的过程中 能够让你觉得 自己是存在的 自己是开心的 自己是流动的 自己是活着的 健康 就像一开始 我提醒大家的 可能因为你们的工作 你对自己的身体觉得 我以前可以适应 很高强度的训练 我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或者是我小的时候 曾曾经拿过 什么体育项目 竞赛的冠军 拿到一个很好的奖项 我都可以跑马拉松 我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有高估 你自己身体的倾向 那这张牌是在提醒你 你需要去关注你的健康 要用正确的作息 足够多的睡眠 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 以及正确的饮食 去投资你的健康 让自己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 说到饮食 我想到 可能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你们有的时候 因为太忙了 可能工作啊 连轴转 你要去争取客户啊 你要去竞标啊 或者是有一些任务 在规定的时间内 一定要完成的 你为了节省时间 你可能会有随便吃一口 吃东西上面 你们可能会去吃素食啊 或者是预制菜 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们 要改变优化 你们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 要吃熟食 要吃原生菜的食物 whole food 最好是可以吃有机的食物 尽量让你的饮食习惯 变得更加的健康一些 多去做这方面的research 去查一些资料 怎么样可以让你吃得更健康 而不是每天就糊弄你自己 吃一口就行了 Prosperity 选择这堆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财运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因为想象一下 你们可以连轴转 而且连轴转得很开心 那肯定就是在你一个一个的行动当中 高强度的工作当中 你一直是拿到正反馈的 所以你就会越跑越有劲 越工作越有劲 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累积了不错的财富 或者是财运 或者是很好的一些业绩 KPI 为你的简历 增加了很多强有力的支撑和竞争力 Warrior 战士 风风火火的 骑着一匹马就往前冲去了 这张牌也呼应到了前面的勇气 就从小到大 你们一直都属于敢于承担责任 敢为人先 敢于面对自己内在的需求 能够提出来 能够去距离力争 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前行的一群朋友 而且这张牌也是说 你们是一群能够脚踏实地 能够看到真理 并且站在真理这边 实事求是的一群人 一般来说 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很勤奋勤劳地做一些事情 并且能够拿到正反馈的 是因为或多或少 他们都能够很grounding down to earth 非常的接地 非常能够看到实质性的东西 能够帮很多人去解决 实质性的一些需求 帮客户 客户 解决实质性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获得了很多实质性的收益 我们所谓的财富是 你能够帮助多少用户 多少为用户 多大程度地去解决 他们生活当中实际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财富的总额 所以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 你们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 而且在你们接受到挑战 或者批评的时候 你们是非常善于去反省自己 然后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 结构 策略 行动 最终让自己获得的一个 很好的成绩单 获得一个很好的收益 和结果的人 总的来说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会觉得你们 非常的大气 这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人缘 应该挺好的 或者是在你经常不断地行动 走南闯北 因为你的业务 你可能会和很多人产生链接 认识很多人 广结涮源 而且在你的工作环境 或者是学习环境当中 会有一些人暗恋你 木星的十二宫也是在说 如果过去你在学习 求学 求职 工作 创业的过程中 如果你帮助了很多人 那么在接下来这个阶段呢 在地球扬升 地球的能量 在进一步地升级 提升的这个阶段 你也会获得很多好的 意想不到的帮助啊 良缘啊 福报啊 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另一方面 最近可能有很多人 向你们发出邀请 给你一些职位的邀请啊 或者说要帮你去 介绍一些供应商呢 介绍资方 介绍新的东家 比较有实力 有口碑的 第三方 就说加一时日 你以后可以用上这些关系 又或者是有人要帮你介绍对象 特别是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 这方面的迹象就会比较的明显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恋情呢 或者说有人追求你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喜悦 月亮的武功 Appreciation 感恩 这张牌里面呢 这个女子在欢庆 在拿着琵琶弹奏 同时在唱歌 有一个自由的小鸟 在他旁边 起舞 月亮在狮子座 这是一个能够和同伴一起快乐的一个位置 这张牌也代表说 我们一直以来在工作中 是蛮愿意去提携别人 蛮愿意给别人机会的 不是一定要独占凹头 独占功劳的人 你们不自私 但是你们有自己的一些主意主张 你觉得对的事情 你就会坚持到底 因为狮子座 它有一个比较强烈的leadership 领导力 你一方面愿意承担责任 另外一方面呢 你很愿意给同名人 特别后辈 特别是新来的人 去提供一些机会 带着他们一起去成长 所以每一次当你有一个阶段性的成功 或者是能收获一个很好的成绩单时 你都会和周围的人去庆祝 而且你周围的人 你的客户啊 你的同僚 你的后辈 前辈 都是真心诚意 在祝福你 而且他们也会为你的努力成功 感到骄傲 感到欣慰 他们会觉得很佩服你 危险 特别是在钱这方面 这段时间呢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非常强烈的要奉劝 提醒 警醒你们 不要听信别人的投资建议 看好你的钱包 因为你们一直以来 在工作上有蛮好的成绩 而且你们的性格比较风风火火 光明磊落 因为有狮子座的能量在里面嘛 所以呢 其实你是希望让别人看到 你过去以来一直做得很好 做得不错的 所以周围的人呢 不管是远的还是近的 他们或多或少 知道你的财务状况还不错 那么现在 有些地方的经济 不是很好 或者杀猪盘 各种各样的杀猪盘 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张牌是在提醒你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花言巧语 而盲目的投资 或者把钱拿出来 而且你们在接到陌生的电话的时候 不要跟对方搭枪 要非常注意和警惕 诈骗的问题 而且可能在你们恋爱上 也要警惕那种 不怀真心的 看重你们的事业 看重你们的财务状况 而跟你们走到一起的 因为钱的这个层面 而跟你谈感情的人 快乐 福祉 太阳 这张牌也在说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事业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未来会非常非常的光明的 因为你们已经有了财富 这组牌只是说在提醒你 你在有财富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 你可以去享受这个财富 而不是只是去赚钱赚钱赚钱 但是你没有时间去花 这张牌是告诉你 你可以有一些闲暇的时间 把你的时间生活 分成几个不同的板块 在你要去奋力拼搏的时候 尽全力去做你的工作 但是你要休息的时候 你也可以悠闲的去度假 你可以培养自己一些业余爱好 一些花钱的方面 陶冶自己的情操 这张牌呢 是一个戒指 上面写着是 A marriage will take place Either romantic or business 一个婚姻即将递解 我觉得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有婚姻 结婚 或者是确认一个恋情 这样的机会 因为前面说 你最近可能有很多人 来给你抵橄榄枝啊 或者帮你介绍对象啊 或者是说 因为你工作很繁忙啊 你不同的转场啊 可以认识不同平台的 不同的人啊 广结善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加大了你脱单的概率 这张牌也是在说 可能你遇到了一个 你很喜欢的对象 可可以和他去长相厮守 可以跟他去携手相伴 下半身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说 你或许在商业上面 会有一个商业的地结 有些人可能会像你 递橄榄枝 想要挖你去另外一个公司 或者是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去带一个团队 让你能够更好地 把你的领导力 把你更多的热情 和你的欲望 去发挥出来 选择这组台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事业运 财运 非常非常的旺 而且因为你们工作很忙 一直工作上处在 一个正向的流动 这也会带动你的人缘 和你的姻缘 所以呢 如果你们有好的姻缘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和我们分享一下 老鹰克服了麻烦和阻碍之后的胜利 觉得你们的太阳神经丛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强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从灵魂星际种子的角度来说 可能你们的前世 是天晴座的星际种子 因为天晴座的星际种子 它们非常会有动能 非常会有行动力 很喜欢去挑战 战胜一些东西 喜欢通关游戏 这个也是你们性格当中 能够让你们成功的 很大的一个因素 因为你们不惧怕问题 不惧怕困难 不惧怕挑战 相反 当你的生活遇到一些挑战 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的时候 这个会让你觉得很兴奋 能够去点燃你的斗志 点燃你的那种好胜心 让你变得更好 让你在一段时间 之内很集中的 善用你的时间 善用你的精力 去突破目标 A goal oriented person 你们是一群非常有目标的人 你们想什么 做什么 我有目标 我就做计划 做策略 做日程 一步一个脚印的 往我那个方向去前进 我觉得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过去学习 应该成绩挺好的 做什么事情 都非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自己能够做到多少 对自己的目标 以及自己自身所处的位置 自己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落地的 浩普的认知 彩虹 最难的部分 已经结束了 我们说风雨之后 会遇到彩虹 你们在过去的一个阶段 可能有遇到一些挑战 或者是在植物改变 升迁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一些压力 这张牌提示你说 你已经苦尽甘来 你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一个 全盛的阶段 现在你可以去收获 你过去所种下的种子 现在对于你来讲 是一个金秋时节 可以去收获 你过去种下的所有的果实 你心情耕种的 将会拿到意想不到的 非常丰盛的结果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只是需要去更加的平衡 科学的去运用你的时间 把你的时间划分成为 该工作 该运动 还有你的闲暇时间 找一些爱好 找一些花钱的项目 让你的生活 不仅仅只是一边倒的 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 而是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组成在一起 我们以后的新地球 每一个人一周 只需要工作18个小时左右 所以那多出来的时间 你要干嘛呢 这组牌的朋友 可能会是工作狂 但是呢 牌面是提醒你 你要善用你的时间 要把更多的精力 慢慢的可以shift到 转化到 转变到 你对健康的投资 你去享受美食 美景 和你喜欢的朋友 在一起 去做一些陶冶情操 或者仅仅是 在家看看书啊 做做饭啊 看看电影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 同样的祝福 献给第二组的朋友们 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我们下支视频见 拜拜 Hello 选择到 少药牡丹 金发金 宝石有机 身体油 第三组的朋友 大家好 我们先通过 两张验证牌 来看一下 和你当下的情况 是不是符合的 如果不符合的话 你可以重新选牌 Have faith Trust your faith In this situation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我感觉你们正在 经历人生中 相对来说比较关键 或者是转折的一个阶段 或者是你正在等待 你要拿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在你越离境 避境你的那个结果 你的目标的时候 你反而生起了一种怀疑 担心 惆怅和害怕 这张牌提示你 你需要有 Faith 你需要有信仰 你要有信念 信任你自己 在每一个状况之下 你的信任 你的信仰 能够让你整个的状态 是支棱起来的 能够让你更快地 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显化出 你梦想的生活 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有一个倾向 当一个事情 每在合适的时间 每在你设想的时间 拿到你想要的结果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怀疑自己 检讨自己 自责 这可能是在长期的 你家庭的教养中 教育中 或者是 你过去的 求学的经历中 一直在怀疑自己 周围 可能有一个 比较 比较控制型 或者是 什么事情 都要你按照 他的那个步骤 方法去做的人 喜欢把他的 那种很固定的思维 落后的一些东西 强加在你身上 让你相信说 这个世界是 一定要是我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才能拿到结果的 而且每一次 当你做的不成功的时候 没有在合适的 适切的时间里 拿到结果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 被其他人笑话 或者是会被这些人 psychic attack 能量攻击 或者感觉你们中的 可能20%的人 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导致很多时候 当你期待一个东西 期待了又期待 还没有拿到结果 还没有拿到手之后 你就陷入了 这种自责 自我怀疑 通过这样的情绪 惩罚自己 有这样的倾向 奇迹和祝福 每一件事物 都有它的礼物 与神对话里面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是 我带入到你生命中的 都是天使 那这张牌呢 是在提醒你 和引导你 你要有一个思维 告诉你自己 你人生中的一切经历 都是奇迹和祝福 你过去的每一个经历 在这个经历当中 都蕴含着一个礼物 在这些经历当中 你都可以磨练你自己 可以去反映出 你当时的状况 你可以通过这个事情 去反思 去反省 换一个新的 更智慧的 更灵性的方式 去面对你的生活 有一句英文是说 事物是恒定的 关键是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反馈 react 去反映这件事情 选择这一组朋友呢 宇宙是在提醒你 要信任 奇迹和祝福 你的生命的每一刻 都是奇迹和祝福 而且我个人感觉是 当你经常把奇迹 和祝福这样的词 挂在嘴边 让它成为你的口头禅的时候 那么你的头脑里面 就会写入新的正面的奇迹 而且你的头脑 会有一个空间 一个容器 去装承载 更多的奇迹 到你的实相当中来 工作 或许最近 你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有offer 或者是 你有一个 你觉得 你绕不过去的工作要做 这个work 你用英文来说 它可以是学习上的工作 也可以说是职场的工作 也可以说是 你自己 要学某一个语言 某一个技能 考一个证书 这个其实都和work相关 这段时间 你们工作 会比较的繁忙 或者你们的学习 会比较繁忙 或者是 你因为想要拿到一个结果 一个东西 提升你自己的个人竞争力 所以呢 你会安排一些工作啊 学习啊 填充你的时间 让你的生活 相对来说是比较充盈的 因缘 卡玛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会迎来自己的一个缘分 但是卡玛这个单词 它更多的是代表说 业力 或者是说过去 因为我自己的思想意识 振动频率 投射出来的一些东西 现在我去收获 我过去投射出来的东西 过去如果我投出来的是一个善念 那么现在我得到的 也是一个善果 如果过去我投射出来 很多对于生活的恐惧 害怕 对于关系的不信任 那么现在投射出来的 可能也是那些看上去 不是那么合适的工作机会 不是那么合适的恋情 所以呢 这张牌是反推出来说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缘分 你想和某些人 某一个人 某一个美好的事物 某一个美好的工作 工种 职业 能够缔结一个正向的 积极 有爱 光明 互益 互助 双赢的关系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你的起心动念 让你的每一个念头 尽量是正向的 没有任何的疑惑 只是全胜的爱 全然的快乐 全然的喜悦 和谐 兴奋 这样能够让你的生活 显化出各种各样 正面的缘分 人际层面的链接 金钱的链接 与个人价值的链接 与周围客户 朋友 同僚 领导 下属之间的链接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指引的方向 信任 宇宙告诉你 你需要去信任 信任你自己 同时也信任宇宙 有一个句子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 信任的这种感觉是 当你想象你站在悬崖上 当你要跳下去的那一刻 你不会坠入深渊 你不会粉身碎骨 而是当你起身一跃时 你会马上长出翅膀 马上在空中翱翔 信任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不会跌入谷底 你的内在拥有一切智慧 有一些智慧 只是在你面对特定的事物的时候 你才需要把它展现出来 最好比我印象中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家包蛋脚 包蛋脚有个专门包蛋脚的一个大铁勺 那个铁勺我们平时是不用的 只有到我们需要包蛋脚 要准备年饭的时候 才会把这个大的铁勺拿出来使用 所以呢 我们人内在其实有很多的技能 很多的天赋 我们平时在稀松平常 很安定和谐的日常生活中 简单的生活中 我们不需要去彰显自己那么多的技能 那么多的优势 那么多的价值感 意义感 我们与平凡的生活同在 但是 如果需要我们去闪光 有一束光达到我们身上 我们要站在一个舞台上 或者是站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和别人产生链接合作时 在这个时候 我们内在的天赋 我们内在的那些动能 那些与生俱来的力量能力 才需要展现出来 所以信任你自己内在的力量 信任你自己内在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 信任在上帝的眼中 你是一个最最可爱的人 上帝和宇宙无条件地爱着你 不论你是谁 你都永远地被爱 所以呢 在任何时候 你如果没有在你设想的时间内 拿到你想要的结果 你也可以去非常开心地 悠闲地度过这段等待的时光 拿到成绩单 就像我们在高考之后 拿到成绩 要去大学报到的这一段时间段里面 我们可以充分地享受 这个紧张了好多年 寒窗苦读十多年之后 突然一下放松的 这个美好的阶段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高三的暑假 是我人生中最快乐 最美妙的一段经历 所以呢 想要提醒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当你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当你想要的结果 没有在你设定的时间里面 拿到的时候 请你沉浮 信任宇宙 同时你依然可以去非常放松 去享受你的每一刻的生活 去享受美食美景 去享受你闲暇的时光 因为不论你有没有拿到你所期待的那个目标 抬头 学位 工作邀约 或者是某一些邀请 本质上你都是一个无限的完美的灵魂 你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化身 所以你身边的任何事物 只是你想要去体验 而不是你没它不行 整合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邀请你们 你们可以在最近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和环境 拿纸和笔去写下来 你从小到大 你印象很深刻的 你所做对的 做的好的事情 你的高光时刻 以及在那些你对自己感觉良好 或者是别人夸奖你 给你掌声 给你竖大拇指的那些事件和时刻的时候 在这些事情之下 彰显出你怎样的高的品质 很好的品质 请你把这些优点 你最大的优点都给拿出来 并且结合起来 因为这些优点 它能够增强你对自己的信心 你对自己的信任 你对自己的信仰 同时在爱你自己 欣赏你自己这些优点的时候 这个点也是你和你内在的灵魂 和一切万有的造物主 连接的那个秘密的暗号 或者是一个秘密连接的点 每当你因为自己的优点 闪光点而感觉良好 而充满力量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所有的大天使们 宇宙和造物主 为你感觉到开心的时刻 现在是时候 可以去总结 归纳你的所有优点 和你的特长 以及你的人生的热情 带着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经验 和感受启程 通往你人生 一条新的道路 新的志愿 你看这张牌当中 有太阳和月亮 有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 有阴阳调和的能量在里面 一方面你可以带着你性格当中的那种细腻 敏感 细致入微 能够体贴关怀周围所有的人的那样的很暖心的品质 同时又带着你的勇气 你的才华 你的行动力 你过去克服所有问题之后 所累积出来的人格 很好的一些品质 勇气 魄力 将这些阴阳能量结合在一起 推动你去走你全新的 全胜的 新的真诚 新的道路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正在启程 去往一个新的道路 你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 这一步你跨过去之后 感觉它对你的整个人生 会起到一个拉高你整个人生的质量 提升你整个命格 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所以现在呢 如果你们正在等待offer 或者是等待邀约的话 放宽心 信任宇宙 同时也想下 同时也请你们 享受当下的每一刻生活 土星在地时宫富有 这张牌呢 这个土星的时宫 它其实有点像 塔罗牌里面的 《命运之轮》的牌 这张牌代表说 土星它是严格的老师 严实出高徒 时宫呢 代表是一个终身成就 也是你的人生最高的潜能 能够走到哪里 能够冲到哪里 冲到多高的高度 张牌出现是 过去你可能给自己很多的磨练 你有寒窗苦读 有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的 因为自己的梦想而准备 而努力 而默默地在坚持默默地前行 这样的经历 接下来呢 你即将会收获到 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收获到丰收硕果 这张牌也是在说 过去因为你自己 或者过去因为周围的人 他们会鞭策你 会告诉你 你要做得更好 对你的要求比较严格 或者你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 因为你们的性格当中是比较冷静的 相对来说是 有一点悲观 也可以说是比较脚踏实地 比较从实际出发的人 所以呢 你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比普通人要高的 这张牌显示说 你们即将会迎来 你们过去锤炼自己之后 得到的那个很优良的 发光的品质 也会给你们带来财富 这个财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 它更多的是在你的心灵 心智层面上 给你带来很大的勇气 给你带来克服问题 去面对问题 去升级自己的勇气和能力 土星在第四宫 Charity 四宫它是巨蟹的能量 选得到这组牌的朋友 我感觉过去你们的人生 一直在不断地经验你自己 锤炼你自己 把你自己内在的那种与众不同的 只有你才能做出来的天赋 才华技能给锤炼出来了 接下来你所经历的阶段呢 是做慈善 去帮助别人 你看天上的几个天使 穿着粉色的衣服 在演奏着竖琴 尖美的音乐呢 进入到了地面上 这个母亲和两个小朋友的耳朵里面 过去你所学的很多的东西 你觉得有一个愿景 你觉得我所做的一切 我要学的东西 我要掌握的技能 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谋求一个光明的未来 谋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本 更多的 我是要把我所学的东西 去回馈社会 帮助别人 帮助尽可能多的人 要去做慈善 所以选择这一组朋友呢 我觉得过去一直以来 你们都是通过 让自己没有安全感 给自己更高的要求 告诉自己 我现在还不够 我还应该做得更好 我要鞭策我自己 我不能放松 我不能浪费时间 不能浪费我的才华 和学习机会 一直以来 你们会比较的忙碌 在工作啊 或者是学习上 非常聚焦 注重去锤炼自己 因为你们有一个伟大的愿景是 当我学成归来之后 当我拥有一身本领之后 我要用一身所学 我要用我所赚到的钱 技能 知识 我的见闻 我的体验 去分享给别人 让更多人从中获利 而且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会比较喜欢小孩 会比较关注儿童 甚至你们中的一部分的人 会有经常去捐赠 捐赠小朋友爱心午餐啊 或者是有定点 定向的去捐赠给某一个小孩 有定期的给他们写信 每一个月有给他们 提供一些物资 或者是经济上的一些支持 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我感觉有蛮重的土能量 摩羯 摩羯的能量会比较重一点 会比较说 我所做的一切 我锤炼我自己 让自己变成一个 所向披靡 一个无敌的强者 最后我要把这些能量 用于救人 救死扶伤 或者是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奋斗 就有点像超级英雄 那一系列的电影里面 所描述的大英雄的那个状态 Getting together with friends 狗与朋友们相聚 最短时间呢 你们可能有机会和一些朋友相聚 刚刚像我提到的 因为你们对生活 有一个比较强的愿景 所以你们或许有一些笔友啊 有一些网友啊 或者是因为你们一起做公益 你们一起学习 一起备考 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认识一些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和这些朋友待在一块的话 你会觉得如鱼得水 你会觉得获得很大的心灵的力量 因为你们之间是有共鸣的 你们会有英雄所见 略同那种共鸣感和心心相惜的感觉 快乐 这张牌呢 给你们很大一个定心丸 是说你们心里觉得 心里打鼓的那个事情 在不久的将来 你将会迎来一个正面的好的消息 这个事情会让你变得非常的开心 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很具足 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 最被宠爱 最被优待 最被眷顾的人 斧头 有一股力量是和你对抗的 这股力量呢 要分成两个方面讲 一方面可能是你自己 像我前面所描述的 你们有很多土象能量的特质 严格的老师 一直以鞭策自己的方式 去让自己前进 很少夸赞自己 所以呢 每一次当你没有达成你的目标 或者是不得其法 还没有掌握一个技能的时候 你怕自己掉以轻心 就会给自己泼冷水 就会给自己很大的精神刺激 告诉自己 你一定要这样做 不然你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 不然你就是一个loser 一方面是这样 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你周围需要注意 如果你太发光的话 可能周围 你过去的那个能量场里面 所携带的一些人的能量 可能他们也有在蛋壳里面 还没有完全冲破那个蛋壳的 那股动能 所以呢 他们可能会嫉妒你 因为你勇敢地踏出了那一步 但是他们可能还没有踏出那一步 他们就在井底 他们想要拉你下去 所以呢 你们要注意是 当你们人生有大的方向的变化计划 或者是你要求学啊 你要有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升级啊 尽量不要去伸张 不要跟太多人说 不要让你的身上去沾染一些忌妒 或者是别人跟你对抗的能量 这样不利于你去展开你的事情 从一个明智的人那里 获得好的建议 这张牌是说 你周围呢 一直以来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老师吧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是 可能你在像一个年长的 德高望重的 心灵比较美丽的长者 或者是经验丰富的人 去寻求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一直以来呢 你比较喜欢和那种年纪 稍微年长一些 有智慧 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 经验 而且呢 他们有提纯的能力 有总结贝纳的能力 在自己的那个领域里面 做得非常不错的那种长者 或者是你父母的朋友啊 你大姐姐 你叔叔伯伯的朋友啊 这样的人 你认识他们之后 你很愿意去亲近他们 你很愿意跟他们交流 很愿意倾听他们 给你的建议 或者是他们做事的方法 方式去看 你去观察 你都会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 是非常开心的 是能够让你的时间不虚度的 而且你们土的能量很重 就在不同的阶段 有这样那样的人 或者是你自己去充当 那个严格严厉的老师 告诉你 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因为小事而得意 而放松 而停下来 你们需要更加的精炼自己 让自己精益求精 更上一层楼 表彰 你们会获得一些荣誉 或者一些奖项 这张牌呢 也是在侧面的告诉你们 如果在这个阶段 你们正在等待一个人生中 很重要的offer 很重要的一个邀请 一个通知书 或者是在感情 甚至是在学习上 你们等待一个机会的话 大概率这是可以获得的 Lily Spiritual Love 灵性之爱 在这段时间 在转变 以及重新思考 最后得出一个 更有智慧的人生态度 对待事物的态度和策略之后 感觉你的内在会得到一种升华 会得到一种灵性之爱 这个灵性之爱 它会成为你内在的动力 带着你去启航 带着你去开始你的新的真诚 就像牌所指示给你的 灵性之爱呢 它能够帮助你更坚定的 有勇气的去走 你自己的那条独一无二的路 让你更好地展开你人生的画卷和蓝图 那么在这里 我们祝福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 一方面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你们获得录取通知书 或者是获得一个offer 或者是你过去做的一些东西 被接受了 被肯定了 被通过了 另外 恭喜你们 即将完全升级你们整个的人生 你们未来的路径 接下来你们在人生当中遇到的人 遇到的贵人 遇到的恋爱对象 周围的朋友 我感觉都会提升很大的一个档次 那么这是第三组牌的朋友 那大家如果觉得在细节上 心理层面 信念层面 有一些限制性的卡点 堵塞 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 做一对一的疗愈咨询 帮助你改变 重写 升级你的信念系统 帮助你开启你的全胜 成功 灵性 快乐 喜悦的人生 那么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Namaste 拜拜 哈喽 选择到第四组 龙血黑钥匙 保持有机身体油的这组朋友们 你们好 现在呢 我先给大家两张验证牌 看一下它符不符合你过去到现在 心理的发展以及遇到的一些情况 如果符合的话请你看下去 如果你觉得不符合的话 你可以回到片头 重新去选另外一组牌 爱可以带来不同 爱的能量可以帮助你疗愈过去的伤痛 为你提供一种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可能在过去你经历了自己的灵魂暗夜 灵性急震 spiritual emergency 又或者是你经历过感情上的挫败 或者人际关系上的挫败 甚至是一个背叛 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 有遇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 好像是暗无天日 未来不知道在何方 同时呢 你会变得非常的紧缩 非常的收紧 非常的紧张 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 很拘谨的狭隘 狭隘狭小的空间里面 认为自己是非常非常小的 认为自己好像无计可施 自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自己走出现在的这个困境 这个创伤 你不知道如何以一个正向的 诠释之眼 更广的维度 视觉 视角 去重新评估 重新定义和理解 过去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些 所谓的不太好的经历 同时也代表这组朋友 可能你们心里 过去到现在 缺乏一种安全感 或者是 对自己的价值啊 有不明朗的感觉 甚至会有一种低价值感 自我贬低 自我设限 自卑 觉得自己 没有办法达成所愿 没有办法 没有力量 去获得 自己想要的 那个生活 甚至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少 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会有这样的倾向 Do something for someone Give your attention to another 他在提示你 去为其他的人做一些什么 把你的注意力给到周围的人 台面当中呢 是一个像自然灵一样的仙子 他把他的爱 他的滋养和关注 抚慰 呵护 给到了小兔子和小鹿 那这个台面当中 是有一种 基于爱的bonding 爱的连接 爱的互动 这样的关系 这张牌呢 我感觉在过去 或许你一直沉浸在我所说的一种打击啊 挫败啊 自我设限啊 或者是因为某一个不期待的变故改变 让自己一直变得很消沉 自己沉浸在那种想当然的世界里面 觉得自己是无助的 自己的世界里面就一个人 感觉好像没有人可以帮你 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你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孤单 甚至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孤岛上孤立无援 那么这张牌呢 它给出你的建议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关注给到另外一些人 当你觉得好像没有力量帮助自己的时候 不妨你去试着把你一部分的精力放到外界 试着去帮助别人 或者是从很小的点点滴滴做起 比如说你可以去喂养流量动物 或者是参加一些志愿者的活动 去关怀一些弱势群体 老年人或者是有一些动物救助 为流浪动物献爱心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 这些活动它可能不需要很大的费用的投入 只需要你能够从你过去的那个拘谨的固定的环境里面 稍微走出来 透透气 当你在为别人做一些什么 因为你的行为 你的努力 你的善行善举 善良的言语态度 给别人带来正面的改变 帮助了别人 给别人向好的转变之后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可以看到你是有力量的 选择到这组牌的朋友 可能你们过去有一段时间经历到容易失眠 容易心情七上八下没有底 经常会觉得心发虚 觉得自己没有支持 没有倚仗 海底轮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这个也和这一瓶疗愈海底轮 促进我们的grounding 落地和保护能量相关的 黑曜石 龙雪 有机身体游的能量是相关的 正相关的 友谊 台面给你的提示是 你可以透过朋友 透过与另外一个生命体的连接 搭建正向的情感链接互动 来让你获得力量 或者是当你在和不同的人 甚至只是小动物和外面的植物 花朵一棵树去链接 你经常去外面看那棵树 经常在树林里面静思静坐 去晒太阳 去深呼吸和冥想 当你和不同的外物生命体 去产生链接的时候 就感觉是你把你内在的能量 像烟花一样的散射出来 你和越来越多的生命体 小动物 人 植物 产生链接的时候 就感觉是一朵烟花 在非常璀璨的绽放 这张牌是在引领你 邀请你 你可以从你现在所居住的环境里面 稍稍走出来 通过朋友 或者是通过你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从队伍的一些人这样的链接 带动你对生活有一些新的设想 新的计划 让你有一些事情可以去忙 重新点燃你对生活的希望 点燃你对生活的好奇心 让你的能量流动起来 而不像之前那样 一直把自己很拘腻在某一个地方 人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一直把自己 拘腻在某一个固定的环境里面 宅在房间里 不去和阳光大自然接触 你身体的这个能量 它就是不流通的 就像水 是一潭死水一样 你需要让这个水源流动起来 这样会为你带来新的生机 和对生活的希望 动力 龙 今年呢是假成年 也是龙年 这一组牌 它其实是财富的一套神谕卡 龙在这套牌里面的意思是说 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好运 特别是在工作上 能够龙鹏虎月 大展宏图 也是在告诉你 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某一个时间节点 你突然一下就想通了 你过去一直把自己 关在一个很拘谨的环境里面 自己去思考 或者是像一个种子 它在破土之前 它会有一段黑暗期 是在土壤里面聚集营养的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我感觉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破土而出 一鸣惊人 并且就突然像 你的生活翻篇了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 过去你会觉得 生活好像很拘谨 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得不到 周围的一些支持 但是接下来 你们的运气会突然一下 后机勃发 会突然展开 你的道路会变得非常的宽广 现在会感觉到有一种召唤 有一种你看不见的正向的力量 推动你 让你对你的生活 产生新的设想 新的愿望 新的期待 并且在你自己个人价值上 你会慢慢慢慢的 正向的去引导自己 像教一个小朋友 去塑造他的个人价值感 他的信心 以及他做事实践的能力 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高手 你们接下来会迎来工作上 或者是人生 其他方面的一个小的阶段性的 横飞 说emotional release 你们正在经历一种情绪的release 情绪的释放 过去很多的问题 你会觉得 你很受伤 你很难过 你有创伤 你有卡点 你有堵塞 经过天象的变化 最近其实整个天象 像太阳药斑 以及各种各样的星象变化 它带来很多很激烈的改变 转变 在地球的这种 很剧烈的变化过程中 其实也是把你很多内在的情绪 内在的shadow 未明面 给激发出来 而且你重新去面对它 面对它完了之后 你觉得通过人的链接 通过你自己全心全意的 专注于一个事情 你看到了 这个生命 其实是很美好的 地球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周围人是友善的 小动物是友善的 我喜欢我和小动物 或者说 我和很善良的人 或者是和一些植物之间的链接 这个让我觉得 我可以从这些链接当中 获得力量 获得释放 oneness 合一 这张牌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不同背景的人 他们都在同一个世界里面 一个是穿着西装 西装革履的男性 他在餐厅里面享用午餐 另外一个是在大自然里面 享受自己的米饭 感觉生活是在一个农庄里面的 天天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个女性 他们都生活在同一片男天下 oneness合一 其实这个也是 接下来我们地球的走向 世界大同 一切都是在一起的 一切都是合一的 那么我感觉 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你们过去通过创伤 通过这样的一些灵性急震 或者是灵魂的暗夜 让你重新去看向你自己的内在 看向你内在 可以激发爱的那个部分 动发出来的那个新生的爱 一方面可以疗愈 释放掉你过去的情绪上的一些堵塞 你的一些创伤 宽恕你自己 另外一方面呢 你在这个自救的过程当中 你也和其他的人 动物植物 产生了一种正向的连接 这个让你觉得很意外 你发现你对一个事物的爱 或者是对一个动物 对一个植物的爱 和对自己的爱 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你也在很多自救 或者是让自己散散心 让自己去到不同的环境 去看看新鲜的事物 这个过程当中 接触到不同的人事物 听说的不同的故事和事迹 这样拓宽了你的思维 也让你看到 在很多不同的故事 和人物和人生经历中 会有很多共通的东西 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 他的人生都有起起落落 你也更加能够 以一个合一的眼光 去看待你自己 不再认为自己是孤立无援的 与此同时 这张龙的牌 是说 你将过去所有的经验 自我疗愈的经历 经验和智慧 转化成一种强大的势能 变成你想要去帮助别人 通过自己的例子 去鼓舞别人 说我可以 从破碎变得完整 你也可以 所以选择这组牌的朋友呢 可能你们的职业是 护士 疗愈师 教育工作者 灾愈者 或者是文化传媒相关 你们有带着一个非常大的愿景 投身到地球 在此时 在此刻 将你的大爱 传播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可以领略 并且找到 他们内在的那种 合一的 真实的品质 最终促进 世界大同 这样的一个愿景 木星在第三宫 明面上的意思是 好像有点欺诈 其实 他更多的是在说 呼朋唤友 三宫代表的是 同龄人之间 那么 一股幸运的 扩张的能量 在同龄人之间展开 那是在说 你拥有这种 呼朋唤友 你拥有人格感召力 你拥有一呼百应的 这个潜能 你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 通过你的传播的方式 让很多人可以加入到 你正在做的 或者是未来想要做的 一些公益 或者是能够立国立民 具功德的 这个事业当中 而且你也很乐于 分享你的某一些知识 见识 给同龄人 或者是比你年纪更小的人 你愿意传播给他们 而且我觉得选择 这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觉得过去发生 在你们自己身上的事情 你们很不愿意 再让其他的人 或者是年纪更小一点的 青少年 遇到同样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 在你疗愈好自己 整理好自己之后 你以后想要做一个事业 这个事业是 可以让更多的青少年 在你年轻 比如说15岁 12岁 我遇到了那个挫折 遇到了那个不好的经历 我希望我能够通过 让自己强大之后 我传播一些正向的 引导教育理念 给到青少年 让他们在12岁 15岁之前 能够防范于未然 让他们不用重蹈覆辙 不要通过挫折 通过做了这个事情 做错了之后 再去学习 有一些学习是 我不需要犯错 我不一定完全需要 深入到这个错误 和这个有毒的 完全负面的环境里面 才知道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有一些错误 是你希望 通过你提前 防范于未然 提前给他们做科普 给周围的人 做分享 让你的后背 让你周围的同僚 同名人 能够遇过同样的坑 土星落在一宫 也有一点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体肤 空乏其身 这样的意境 土星 他是严格的老师 一宫 是一股 叙事待发 从零到一 我要打破 僵局 整庄出发 我要做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破土而出的 开天辟地的能量 那么土星落在一宫 选择这一组朋友呢 是说 你们过去 经历过很多的 至暗的时刻 或者经历过很多 困顿的时刻 感觉你自己会 在自己身上 丢很多任务 很多困难 让自己 慢慢慢慢地 突破这些困难 提升自己的能力 特别是提升 你的领导力 你的号召力 你的人格感召力 你的领袖能力 你愿意承担风险 同时 你也愿意站出来 给别人 做一个正面的示范 告诉别人 如果我可以 那么你也一定可以 选择这一组牌的朋友 内心其实是 非常非常勇敢的 而且有一种 英雄主义 精神在里面 在你们的心中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你觉得 在你自己 能够顾好自己之后 休生 习家 治国 平天下 你们对自己的人生 以及自己人生高度 是有非常崇 是有非常崇高 而伟大的愿景 你在这一生 想做的 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小家 把自己的生活 过好 更多的 你是想要把 你的这种成功 你的这种成长 你的这种 在面对困难 面前 不屈不挠 面对创伤 用更大的勇气 和更大的爱 去化解 释放掉这些创伤 这些个人经历 来告诉别人 如果我可以 那么你也可以 是非常勇敢的 一些灵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茶叶卡 职业 在接下来的时间 和人生阶段 我觉得在你们的工作 或者是创业 学业 如果你是做学术 你是读PhD的话 可能会给你一个 非常具象的方向 你会对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热情 以及自己的 关注力 应该放在哪里 会有一个 更具象的认识 也知道把你的力量 把你的智慧 把你的研究精神 放在哪个方向 具体地去实现 让自己变成一个 更加优秀 精炼 更加有综合实力的 一个人 选择这次排的朋友 我觉得接下来 你们的工作运势 会非常非常好 前提是你释放掉了 你内在的一些创伤 以及对自己的 那种很困顿的感觉 钱包 钱袋 上面写的是 你要关注你的财务状况 这已经是第二组抽到的 有提醒大家 要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 要捂紧自己的钱包 不要随便地听别人的建议 选择这次排的朋友 我觉得可能这段时间呢 你们因为一些公益活动啊 因为一些好像 别人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别人好像是不带目的 我们只是因为 同样的兴趣爱好 或者是公益的目的 走到一起 而结识到一些人 正是因为你们 结识的时候 没有带着很多的目的 所以你的防备心 会有点掉链子 这个时候呢 你们一定要关注 如果周围人要告诉你说 要让你们去做什么样的投资 理财 甚至是问你借钱 大额度的借钱 让你去做任何层面的投资 你们都需要三思而后行 就杀猪盘还是挺多的 这是给你们的一个 大的方向的警醒 会晤握手 上面说 你会和一个陌生人见面 而且这个见面会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可能是在你接下来 要打开自己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走出来这个过程中 认识了新的团体 新的朋友 而他们中的一些人 或者某一个人 会给你一些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给你很侧面的一些资讯 有效的信息 这些呢 都对你后面去发展你的事业 都为你的腾飞 为你的发达 其实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但是这张牌 我不觉得它大到说 有一个贵人会来到你的身边 所以呢 你们选择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过去会有一段时间 是经常一个人独处的 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很单纯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点警惕心 有一点反扎意识 不要太多的去相信别人 Pay attention to your health 让你关注你自己的健康 可能过去一段时间 像我说的 你们有困顿 或者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拘谨 很闭塞的地方 可能说你会生活不规律啊 或者是会喜欢吃外卖啊 或者是喜欢吃速冻产品 预制菜啊 这些对你的身体 长远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 如果你们身体有任何的不适 也可以去医院 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或者是做一些健康方面的评估 也可以来找我做 远程一对一的七脉轮 灵气疗愈 可以看到身体当中的可能的病灶 或者是你脉轮啊 你当下心理的一些状况 总之呢 这张牌是在提醒你 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我们身体呢 是革命的本钱 是工作的本钱 只有当我们的身体很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轻装上阵 去争取我们在事业上 想要达到的一些目标 在成功的这条路上 其实筛选了很多人 智力不够好的 心理素质不够高的 抗压能力不够强的 还有身体不好 体弱多病 体质不好 续航能力不行的 都会被筛掉 所以在成事的这条路上 对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 都很高 就成功它其实是有很多 维度层面的要求 条件的要求 你的身体素质 你如何去使用你的身体 你如何去使用你的脑袋 如何去面对压力 释放压力 在面对突发状况时 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你处理问题的能力是怎样的 你挖掘 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怎样的 其实在你在做一个 很大的事业的时候 这些能力都是要慢慢地 提上来的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 你们有大把的时间 或者你们有一个很大的 to do list 需要去做的任务情单 要看很多不同层面 不同领域方面的一些好的书局 一些经典 要多去学一些课程 打开你的思维 同时要提升你的健康观念 更加地爱你的物质身体 这张牌说 你们心里会觉得沮丧 或者是焦虑 担心有一些人在对抗你 选择这座牌的朋友呢 你们可能在实际的生活中 很害怕跟别人起到正面的冲突 当在一个环境里 你们是很敏感的 在环境里面你觉得有一两个人 他们跟你唱反调 或者对你的态度不友好 不信任你 或者甚至是很傲慢 他们看不起人 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是一副很轻调 很傲慢的样子 这种状态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 会影响你在某一个场合 公众演讲的发挥 会影响到你的自信和表现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你要在这个方面去刻意练习 不管周围遇到什么样的人 你都活在你自己的很OK 很自信 很正面的能量状态之中 不要让那些不能给你带来正向力量 能量支持的人去影响你 你要更加的聪明的去处理 和周围人的关系 如果周围的人对你是善意的 你可以给他产生链接 如果周围人对你是恶意的 或者是无事不尊重的状态 那么你可以转身离开 不需要和他们有更多更深层的接触 有一个深刻的友谊 这张牌还是在说友谊啊 以前面也说到了友谊 而且你们抽到了这个牌 三公的能量 他也是兄弟公 水星 同龄人的能量 所以选择这座牌的朋友 你应该有非常好的兄弟或者是闺蜜 在你的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 这样的人可以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和注意 你在和朋友 同性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启发 可以获得别人的称赞 欣赏 鼓励 通过他们对你们友善的态度 让你觉得 哦 我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以上呢 是选择到这座牌的朋友 你们最近的具体状况 一方面是要释放掉 你们情绪上的一些堵塞和创伤和卡点 另外呢 是你可以在你的同龄人 你的朋友之间 通过这种同友之间的爱 找到生命的活力 准备好迎接你自己 工作上的大成功 迎接你在事业上的全面起飞 然后去完成你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变成一个合一的大同世界的 你的来自灵魂深处的美好的愿景 和灵魂的使命 平时呢 也可以用黑钥匙 或者是用黑钥匙 冷血 保持有机身体油 去帮你自己 让自己更加的落地 去释放掉内在的负面的情绪 和各种因海底伦 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祝福选择 祝福你们 我们下支视频见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留言 说出你的故事 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我们下支视频见 namast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